手拿着红包还有书本 同学们各个充满效忠 在体制参基金会 跟百邻福人社的帮助之下 大甲高中20多位的清函学生 在过年前收到这份大礼 而这份社会爱心对同学们来说 可是带来莫大鼓励 这本书跟水 很难过 就很感动 然后很感谢他们 这样子就帮助我们 然后又提供一些礼物跟鼓励给我们 很感谢各位福人社的各位社友 还有社长们 然后就是初前请我们 吃这些寒农送囊的活动 非常感谢你们 我们的小福人跟我们的社友们 也请给他们一个打赞 虽然学生还有寒假辅导课 但考量到宁姐的脚步逼近 主办单位除了送上礼物 跟邀请这些学生来供进午餐 提前感受年节回路的气氛 也希望借此让学生们感受到社会温暖 那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九年 今年是第九年的活动 然后大家福人社的社友们 他提供了爱心 募款参与让这些小朋友 能够在睡末的时候 能够除了一个小小的心意之外 能够让他们好好的过年 就是把自己的框框先放掉 当你有什么很想做的事情的时候 就勇于去尝试 福人社也提到 这次除了赠送给每位同学红崩拜 更加赠励志书籍 希望能够给予同学们更多的证明能量 同学期盼这些学生们 在未来如果有能力之下 也能够尽一份心力 让这份大爱传播出去 周末盛宣 台中子凤道